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在全球发展人工智慧AI的热潮之下,台积电凭借其领先的晶片技术稳定扩增的产能,成为辉达等AI晶片的最重要代工厂。 研究机构Tech Insights报告显示,台积电2023年总销售额达到692.76亿美元,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冠军。 摩根大通小摩、摩根士丹利等金融服务机构均对台积电的后续发展给出乐观预测。 小摩在最新报告中认为,台积电在技术创新和先进封装领域的领先地位,以及在AI时代的关键作用,通过一系列技术突破,有望在未来几年继续保持在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。 趁热打铁,台积电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日前举办2024年北美技术论坛,发表了其最新半导体制程技术A16节点1.6nm工艺,下一代先进封装和3D晶片技术等6大半导体技术创新,引发业界关注。 台积电A16制程节点,是其首个整合奈米片电晶体、NinoSheet以及背面供电技术SuperPowerRail的节点,特别适合高效能运算HPC及人工智慧AI应用,是台积电N2P制程的迭代。 根据台积电此前公布的路线图,N2N2P2奈米节点定于2025年量产,A16预计将于2026年下半年量产。 与2奈米N2P节点相比,A16提高了电晶体密度和能效。 在相同VDD正电源低压下,可实现8%至10%的速度提升。 在相同速度下,功耗可以降低15%至20%。 该技术可以帮助数据中心运算晶片实现1.07至1.10倍的晶片密度。 台积电在北美峰会同时宣布14公益节点,预计将采用第二代奈米片电晶体以及更先进的背面供电网络。 有望在2027年至2028年开始生产,预计不会采用HiNAUE曝光机。 根据其路线图,台积电最重磅的1奈米制程A10已在规划中。 消息人士于2024年1月透露,台积电将更先进制程的1奈米晶圆厂规划在嘉义科学园区,以派人前往目标地块勘测。 这一选址离嘉义高铁站车程仅7分钟,往北串起台积电中科、竹科厂,往南串联南科厂及高雄厂,便与工程师通勤交流。 台积电即将推出的N2制程工艺将采用NanoFlex创新奈米片电晶体技术,这是该公司在设计与技术协同优化方面的诱异突破。 NanoFlex为N2制程标准单元提供设计灵活性,其中短小电晶体单元可实现更小的面积和更高能效,而高单元则最大限度提高效能。 客户能够在同一设计内优化小单元和大单元的组合,调整设计,以达到最佳功耗、效能和面积平衡。 另外,现有工艺基础上,台积电宣布推出N4C技术,是N4P的迭代,可降低8.5%的晶片成本,计划于2025年量产。 该技术提供具有高效面积利用率的基础、IP和设计规则,与广泛应用的N4P兼容,缩小晶片尺寸并提高良率,为客户提供高价效比选择。 台积电表示,CoreOS先进封装已成为AI晶片的关键技术,被广泛采用,允许客户将更多的处理器内核与HBM高频宽记忆体堆叠封装在一起。 与此同时,集成晶片系统SOIC已成为三维晶片堆叠的领先解决方案。 客户正越来越多地将CoreOS与SOIC及其他组件搭配使用,以实现最终的系统级封装SIP集成。 台积电还宣布推出COWSOW封装技术TSMC-SO-W,基于台积电于2020年推出的INFO-SO-W晶圆上系统集成技术迭代而成。 通过晶圆集系统集成封装技术SO-W,可以在单片12英寸晶圆上制造大型晶片阵列,提供更强算力的同时减少空间占用,并将每瓦效能提升多个数量级。 此前,科斯拉的DOJO-DE超级晶片,就利用台积电的此类工艺实现,利用单片晶圆实现强大算力。 据悉,科斯拉自研的DOJO-DE超级晶片采用台积电7nm制程,并结合INFO-SO-W先进封装垂直供电结构制造而成,用于训练自动驾驶汽车AI大模型。 参数方面,每个模组包含5×5总计25颗晶片,每个单晶片包含高达354个核心,因此片上S&M快区总计达11G,算力9050TFLOPS。 台积电表示,首款SOW产品,基于集成擅出型封装INFO技术的纯罗际晶圆,已投入生产。 利用CoOS技术的COW-SO-W晶圆,预计将于2027年温室,届时将可以集成SOIC、HBM和其他组件,创建强大的单晶圆级系统,其运算能力可以与整个机架甚至整个伺服器相媲美。 这类晶片将拥有巨大的面积,可以集成4个SOIC晶片加12个HBM存储晶片,以及额外的IO晶片,功率可达数千瓦。 台积电正在开发紧凑型通用光子引擎COOB技术,以支持人工智慧热潮带来的数据传输爆发式增长。 COOB采用SOIC-X晶片堆叠技术,在锡光子晶片堆叠电子晶片,并保证两片晶片之间最低的传输阻抗,能效比传统堆叠方式更高。 台积电计划在2025年将COOB技术用于小尺寸插把式设备,速度可达1.6T,相比当前最先进的800G仪态网成倍提升。 2026年,台积电将其整合入COA-S封装中,作为共同封装光学器件,CPU直接将光学连接引入封装中,这样可以实现高达6.4T的速度。 第三个迭代版本又往进一步改进,速度翻倍至12.8T。 即2023年,推出N3A Auto Early制程后,台积电将继续通过整合先进晶片和先进封装,满足汽车客户对更高算力的需求,以及车规级认证的要求。 台积电正在为高级辅助驾驶系统,ADAS,车辆控制和车载中央计算机等应用开发InfoOS和CoOSR解决方案,目标是在2025年第四季度之前获得AECQ-100的二级认证。 日前台积电法说会之后,大摩预计台积电Q2营收将环比增长5%至7%,并给出860元新台币的目标股价预测。 小摩预测台积电今年毛利率维持在52%至54%区间,预计今年年底3奈米产能将达到10万片规模,明年将增加到15万片,并给出900元新台币的目标股价。 小摩同时预计,台积电在未来3-4年内,在AI晶片的市场占有率仍将维持在90%以上,到2027年,AI相关收入占比将升至总营收的25%。 台积电法说会,多场技术论坛过后,给市场释出稳件讯号,包括花旗银行、美银证券、瑞银在内的金融机构,均对台积电给出全年营收增长的预测。 在人工智慧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的带动下,以及每日晶片工厂新产能的释放,预计台积电未来几年将持续领钱全球半导体产业,并凭借技术实力保持AI晶片领域的龙头地位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谢谢。